第九十九集 星河湾小区 夏末啄了两下打算离开 穆罕宇修长的五指温柔地穿过他的发 扣在了他的脑后 脖唇咬住了他的唇 夏末被吻得喘不过气来 意识慢慢地在模糊 他已经忘记了自己在何处又在做什么 只觉得呼吸不是自己的 身体也不是自己的 就连心跳感觉也不是自己的 要不是他的手臂扣着他 夏末感觉自己都快瘫了下去 夏末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绵长地吻才结束 他的脸上通红 呼吸急促 他感觉自己的大脑严重地缺氧 你倒是主动 男人低沉磁性的嗓音性感到了极致 带着一丝丝的嘲讽 也带着些许的愉悦 他的余光扫过宴会厅某个角落 原本站在那里的那个儒雅帅气的男人早就没了身影 他就是要告诉他 他慕含雨的女人谁都碰不得 只是他没有想到 他竟然主动吻他 眼里闪过一丝骄傲 夏末的呼吸在他的好几次深呼吸之后 才恢复了正常 他乌黑水灵的眸子看了他一眼 他原本紧绷着的冷峻的轮廓线条柔软了下来 原本紧抿着的脖唇若有似无地扬着 我们能回去了吗 夏末的脸因为那绵长的吻 脸上的飞红还未散去 水汪汪的大眼睛也让他变得楚楚动人 这里不适合他 非常的不适合 而且让他非常的不安 不安到他不顾忌舞池里有那么多人的眼光 而主动吻了他 因为他怕 他怕他把他送人了 慕含雨点了点头 冷冽的目光从刚窃窃私语的人群中扫过 那些原本窃窃私语带着鄙夷神色 看着夏末的人立刻转过头去 假装在喝酒 也或者假装在做其他的事 夏末只是不屑地扬了扬唇角 他已经习惯 而且习惯得这么快速 而且他本来就只是个情人 夏末挽着慕含雨的手 走出了这个如宫殿般豪华的宴会厅 他感觉自己好像终于能呼吸了 外面的空气真的很清新 他忍不住身吸了两口 慕含雨今天是带了司机过来的 所以夏末今天也不用开车 他以为是要回慕家庄园的 结果慕含雨却报了个其他的地址 新河湾小区 一个不太陌生的地方 上次被慕含雨丢下的地方 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 伤总是还在的 其实那时候他就应该醒过来了 他只不过是个情人 可是短短几天 只要他略显温柔 他就又陷入了那个梦幻的渴望被爱的世界当中去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 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 所以现在的他 心口正在缠缠地流着血 他不是故意去勾引苏晨的 他真的只是很饿了 找点东西吃 然后林二少就来骚扰他 然后苏少帮了他 仅仅是如此 可是他根本不想听他解释 即便他解释了 他也是不相信的 没有关系了 相不相信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想羞辱自己 总会找到理由和借口 而且自己只是他的一个情人 信不信又有什么关系 他不高兴了 甚至可以不由分说地把它送给其他人 所以即便在穆罕宇报了星河湾小区 夏末也没有问 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但是也随便他要干什么 自己只是被他捏在手里的尘埃 总有一天他会放手 总有一天他还是会恢复自由的 只是时间而已 他等着就是了 他看着外面飞驰而过的风景 没有说话 他威和的眼眸也没有说话 汽车在星河湾小区的门口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高档又漂亮的小区 正在市中心 却又是闹钟取静 里面的绿化也做得很好 穆罕宇走在前面 夏末就在后面跟着 电梯在星河小区的八楼停了下来 穆罕宇开了门 夏末跟着走了进去 里面装修很豪华 夏末没进来就知道 所以也没有诧异 关键豪华不豪华又有什么关系 他只想跟小糯米安安静静地生活 而这里不属于他们 穆罕宇在沙发上慵懒地坐了下来 夏末站在一旁 您要喝什么我给您倒去 穆罕宇的眸光微微沉了沉 明明在宴会上 他就已经陪他做足了戏 可是出了宴会厅 他就开始做出乖巧而疏离的样子 他看着他明明生气的样子 但他不敢言 表现出一副乖巧的模样 心里有些好笑 咖啡 夏末往厨房走去 这里是个开放性的厨房 夏末打开冰箱 发现里面的东西竟然一应俱全 他找到了咖啡 给穆罕宇煮了一杯 他原本就是在咖啡店上过班 对于煮咖啡自然是信手拈来 没一会儿 他就煮好了咖啡端了过来 穆总 您的咖啡 夏末淡淡地笑了笑 把咖啡放在了沙发前的那个桌子上 夏末是想心平气和的 但是毕竟稚嫩 有时候还是无法完全隐藏住自己的心事 所以还是忍不住地表现了出来 比如 他又直接叫了穆总 比如他的语气也还是有些声音 你叫我什么 穆罕宇的语气冷冷的 夏末立马改口 呃 韩宇哥哥 您的咖啡 男人漆黑深邃的黑眸微顿 唇角勾起了一抹莫名的弧度 露出若有似无的笑 去放水 给我洗澡 夏末被穆涵与唇上那个若有似无的笑 笑得头皮有些发麻 他抿了抿唇 露出一抹乖巧的弧度 啊 好 他要自己做一个乖乖巧巧的女人 自己照做就是了 总比他把自己送给了别人要好 心里没有了奢望 坐起来 感觉也不是那么的难 夏末走进浴室 深吸了一口气 烟底的痛 是那么的明显 他打开水龙头 放了水 洗了浴池 把水放掉 然后又放了水 水放满了 手试了一下水温 水温是很刚刚好 浴室里冒着鸟鸟的水汽 眼角不知道是不是被水汽蒸淡 挂着两颗晶莹的水滴 抬起白皙鲜瘦的手 用手背擦掉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走出了浴室 走到距离沙发 差不多一米的地方停住 超慵懒地坐在沙发上 优雅地喝着咖啡的男人喊道 韩宇哥哥 水放好了 嗯 沐寒宇轻轻地嗡了一声 声音雌性而慵懒 他散开原本自然交叠的修长双腿 他挺拔地身躯站了起来 然后脱掉西装 举手投足间全都是非凡的优雅 以及金贵之气 他慢慢地解开淡粉色衬衣上的扣子 一颗 两颗 全部解开 露出性感的锁骨 健壮的胸肌 完美地人鱼线 动作优雅松散也随意 全然不在意 眼前还站着的一个女人 夏末的心 砰砰地直跳 感觉就要飞出来了 他奇长挺拔的身材 俊美地无可挑剔 如此血脉喷胀的画面 又是这样逆天的容颜 很难不让人触动心弦 就克制 如夏末 他也忍不住 红了脸 鼻血都要喷出来了 他转头不去看她 可是余光 又忍不住 撇向男人的方向 无论如何 都不能再动心了 因为就在刚刚 他竟然说着 要把她送人 夏末虽然有软肋 可是她是人 她也有脾气 她表现得越乖巧 只能说明 她体内的怒火 更甚而已 而穆罕宇 似乎就要把这些怒气 引爆一般 她看着夏末 瞪得像同龄一样的眼镜 咬着牙 两颊通红 这女人 是从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乖顺的 虽然在穆家庄园 她也是乖乖的 但是那是真的乖 乖顺之中 眼里带着温柔 可是就在她撞见 她跟苏晨在一起之后 她的乖顺之中 就带着一种疏离 而且她在苏晨面前 笑面如花的样子 真是让人觉得 无比的刺眼 穆罕宇已经退去了上衣 然后裤子也退去了 只剩下一条内裤 夏末知道 她带她过来这里 就是故意的 故意逗弄她 故意欺负她 她很生气 气得一口血 都要吐出来了 她真想一巴掌 把她拍到墙上去 怎么抠也抠不下来 可是她能吗 她不能 她只能在心里想着 无奈地把头撇过去 可是 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 你进去里面拖吧 她真的是 鼻血都要流出来了 手抠着自己的手 抠得血都快流出来了 可是穆罕宇 根本没有打算放过她 走到了她的面前 以一种 慵懒高贵的姿态 匹泥着她 如同高不可攀的帝王 俯瞰 渺小如尘埃的剑民 夏末的心 漏了一拍 一阵微微颤着 虽然害怕 虽然愤怒 她不能正面反抗 无声的反抗 总是可以的了吧 她抿了抿唇 强迫自己 平平静静地看着她 灯光下的她 轮廓好像 精刀雕刻过一样 完美地不可思议 鹰挺的剑眉 曲线分明的薄唇 张扬的脸蛋 透出一种迷离的性感 进来给我洗澡 男人微压着声 低沉性感 语气听上去懒洋洋的 却夹杂着深不可测的危险 夏末站在那里 雷劈撞 大脑运转速度 似乎慢了好几拍 好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看到穆罕宇 扬着的唇角 带着一种邪似不屑 还有嘲讽 苏道少爷 什么时候看上我的女人了 你要是喜欢 就跟我说 我送给你 这鞋合不合脚 你都得穿 进来给我洗澡 那些伤人的话 在脑海里回旋着 在心里裂开 他就是故意的 他在告诉他 所有一切 他都没有选择 夏末握了握拳头 床都上了 我就洗个澡 夏末收了收 心里汹涌而出的情绪 抿了抿唇 依然是乖巧 而礼貌地笑了笑 嗯 然后不去看他 撇开头 绕过他 走进了浴室里 穆罕宇的脖唇 完成了一套狐线 然后有兴趣地 看着他极度隐忍 然后又落荒而跑的背影 他可爱的样子 让他更加觉得 逗弄他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穆罕宇走进去的时候 已经是身无一物 夏末原本是低头看着水池的 他忍着自己不去看他 可是就在他慢慢走近的时候 他还是忍不住抬头去看他 而他那什么 什么的他都全都看见了 脸上满脸的通红 夏末立刻撇过脸 看向一旁的墙壁 因为除了看墙壁 哪里都能看得到啊 哦 不对 连墙壁上都看得到 因为反光 某人的身影就直接照映在了墙壁上 而且那什么 那地方又特别地清晰 夏末连忙转移了视线 踏入雕塑般完美的身材 完美地让人嫉妒 完美地让人血脉膨胀 可是即使他帅得这么人神共愤 帅得颠倒众人 可是也改变不了 他是个恶劣无比的人 夏末本能地闭上了眼睛 他就没有见过如此恶劣的男人 难道他上辈子是淹了他 所以这辈子 他跟他有着如此不共戴天的仇吗 这么逗弄欺负他 他根本一点都不在意 也不珍惜自己 那自己跟其他男人说句话 吃个饭怎么了 而且人家还救了自己 穆罕宇的眼眸微深 看着他脸上丰富的表情 唇角扬起的弧度更加地深沉 又不是没见过 就是没见过 自己什么时候见过了 以为所有人都跟他一样无耻吗 夏末转过脸来 他刚刚的样子确实有点太怂了 不能让这个贱人太过得意 他撇了撇嘴 就是没有见过 穆罕宇挑眉笑了想 昨晚不是才见的 怎么会没见过 夏末一下子就想起昨晚 那修人的画面 红着耳朵 逆怒地说道 谁会去看啊 确实是黑乎乎的 而且本来就修得要命 他才没好意思去看他 所以说其实你是 很想看的 穆罕宇调笑 夏末皱了皱眉 一张脸涨红如雪 谁想看了 你 穆罕宇挺拔的身躯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你现在就看着 夏末的眼珠子 顿时咕噜噜地转了起来 他转哪里都能看到他 谁要看他的 只是无处安放的眼神 转哪里都能看到他的肉体 可是又不想像刚才一样 认怂地闭上眼睛 然后他又靠着自己很近 这样具体的场景 真的实在是太过于暧昧 夏末的脑袋嗡嗡作响 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地思考 他咬了咬唇 瞪着他 你不是要洗澡 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